哈喽大家好我是Candice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这一支视频呢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次Sephora夏季折扣我的购物清单 我会把这一支视频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我在Sephora打折的时候 经常会回购的一些产品 是我的一个爱用品 心头好分享 视频的第二部分是 这一次Sephora打折我想要尝试的一些新产品 关于这一次Sephora打折的具体信息 包括折扣码打折日期 以及我今天的视频里提到的所有产品信息 我都会打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看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那在分享我所有的爱用品之前呢 跟大家小小的汇报一下 我的一个肤矿 以及我对护肤彩妆的一些诉求 第一件想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底妆产品 这一瓶NARS的粉底液 我大概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真的非常喜欢它 现在已经快要空瓶了 可以看到它的流动性非常的强 它的妆效真的非常的自然清透 能达到一个伪素颜的效果 遮瑕力在我脸上大概是四成左右的样子 属于中等偏弱一点点的 如果你是脸上皮肤问题比较多的瑕疵皮的话 可能这一瓶的遮瑕力不是很够 一天下来它的持久度非常的好 相比于其他的粉底液 我一般6到8个小时之后 鼻翼这边出油会有一些卡粉 而且会写毛孔 那这一瓶在我脸上的表现力就非常的好 想要打造自然清透裸妆感的同学 可以去店里试一下这一款的色号 第二件想和大家分享的东西 也是一个底妆产品 这一块Makeup Forever的粉饼 我是上一次Suffer打质的时候入的 自从买了它之后 我连续用了好几个月 我当时入的时候应该是冬天快要春天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皮肤还是偏干的 我没有想过干皮也可以用粉饼来当底妆 它出来的妆效真的非常高级 是那种雾面柔雾的感觉 皮肤就像被抛光了一样 它这里面是自带了一块粉铺 这一块粉铺真的超级好用 那我的使用方法是用这一面 白色绒毛的这一面来上妆 那局部需要重点遮瑕的话 我会用黑色这一面 填平我毛孔的效果真的非常的棒 那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上妆速度快 而且非常适合带出门 这样小小的一个非常的轻便 那我个人觉得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缺点的 首先它的遮瑕力并没有 有的人说的那么的高 在我脸上大概是五六成的样子 还有一个我注意到它的一个 可能存在的小小的问题是 它比较挑皮肤的状态 也就是说我皮肤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或者是非常炎热的夏天 我在外面暴走 它的持妆力就稍微差了一点点 那我皮肤状态比较良好的时候 用它就真的锦上添花 这一盘是Anastasia的Soft Glam 它应该是非常经典的一款 这一盘眼影盘我买了它之后 使用率真的非常的高 这里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不到的颜色 它的配色是既使用又不发心意 我刷几个我最喜欢的颜色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雾面色和它的闪片色都做得非常的棒 霜就是一个米色大地色的 手感也非常的好 是有一点点像挤皮的材质 这种毛茸茸的 那这一盘我大力推荐给像我一样 不是太会画眼影的新手来用 因为它的配色粉质各方面都非常的棒 Urban Decay的定妆喷雾 这个应该不用我多说了 应该是人手一瓶真的非常好用 因为我秋冬皮肤是偏干嘛 所以我不太喜欢在粉底之后 再用一层散粉去定在脸上 觉得会有一些卡粉 那这时候这个定妆喷雾就非常的好 我感觉是又给脸补了一次水 然后它真的定妆能力超强 担出来的这个水雾非常的均匀 完全不会破坏你的妆容 我有推荐给我身边的一些小伙伴 基本上各类肤质都夸它 都很爱用它 有的人觉得它会有一点点口水味 那这个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下一个彩妆爱用品是 George Armani的这一个红管唇釉 那这一支应该是属于我的年度爱用口红 我从买它开始就非常爱用它 薄涂是这种橘红色 那厚涂的话它会带有一点点的棕掉 黄皮的话这一支用起来完全没有压力 皮肤亮了一个色号 那白皮涂更加是白到发光 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护肤爱用品 那第一样就是这个 Algenist液体胶原蛋白 我真的要吹爆它 如果你跟我一样秋冬天皮肤偏干的话 定要试一下这一款 它的补水保湿力真的超级强 大的时候皮肤真的非常的干 非常的紧绷 做一点表情就是有很多细纹干纹这样 去年秋冬这一瓶真的拯救了我 我把它当做精华来用 面它一颗颗非常小的金黄色的小爆珠 取到手上轻轻的给它加热按摩之后 上脸是非常快的能吸收的 基本就是化成了这种精华的水状 容量是30毫升 然后原价是115美金 八折的时候就非常值得入手 这样定价比较高的产品 这两个东西分别是 Evolume的卸妆膏和它的急救面膜 先来说这个卸妆膏 已经是我空瓶的大概是第四第五瓶了 真的能把你的妆卸得非常的干净 同时又非常的温和安心 洗完之后皮肤就真的感觉在透气 一天带妆卸完之后 反而皮肤会感觉更嫩白了 它的卸妆步骤一开始用的时候会觉得比较繁琐 但现在我真的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再说一下它的这个急救面膜 这一罐我大概在三四年前就有第一次尝试 当时用的是一个比较小的那个中药 然后当时最深厉害就是它的张港丸味道 并没有觉得它特别好用 那这两年可能化妆比较多 肤矿也没有之前那么好 就感觉出它的惊艳 它的膏体也是这种泥状的 深层清洁的同时又不刺激 我一般使用频率大概是一周一次或者两周一次 能够明显的看到它对我鼻头这个粉刺 黑头白头有改善的作用 现在我反而会有点喜欢它这个张港丸味道 就是非常安心 所以Eve Lone的这样的产品 这两个清洁的组合非常推荐给大家 护肤皮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Fresh的玫瑰深层补水面霜 这是50毫升的容量 然后它的瓶身是玻璃质地的 就非常有质感 补水保湿和锁水做的非常的出色 在Sephora的评价里看到 接近95%使用它的人 都反映它的补水效果又快又好 它是乳霜里面属于比较轻薄的一类 不是特别厚重 它非常好推开好吸收 而且我用下来它不闷痘 味道就是Fresh的非常好 纹高减肿 非常经典的玫瑰花香 那视频的第二部分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次打折非常想尝试的一些护肤品 彩妆品 可能是要换季了 想要转换一种心情 所以买的大多数的新品都是口红 那护肤品就买了这一样东西 这个是It Cosmetics的一个三合一的水 它是一个爽肤水 它在Sephora的评分非常的高 是4.6分 然后有89%的使用者都推荐它 官方声称它的功效是提亮肤色 软化角质 而且能够让皮肤变得柔软 缩小毛孔 它这边还写了一点 说它这一瓶水竟然可以做到抗老的作用 对于一瓶爽肤水能够做到抗老这一点 我是有点怀疑的 我在使用完一整瓶之后会来给大家做一个反馈 它的出水口不算太大 这个设计我还是蛮喜欢的 Fenty Beauty的这个粉底 好像是这一个星期新上的 Fenty Beauty的彩妆 我一直都非常的种草 这一个是它非常有名的这个美妆蛋 这一支粉底的种草来得非常的突然 是今天早上我看Cathleen Lights的食品种草的 那Cathleen Lights它是一个大干皮 我想秋冬天了来试一下这一个新的粉底液 提供的色号真的非常的多 因为这一个是新品 所以我今天一进Sephora店 它就摆在最门口最显眼的位置 稍微试了三个颜色 120、150和170 我把试色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150色号在我手上 我感觉它有一点点发挥 120这个色号是比较白的 应该是适合黄衣白 我上眼之后发现它非常贴合皮肤 我搭配的是Fenty Beauty的这一个海绵蛋 上完一层之后基本上就是你皮肤本来的样子 我要再试用一段时间 然后和它磨合一下 在我这边我感觉基本上是四星半的样子 收了一颗这个腮红 里面其实还挺小一颗的 它的外包装比较大 Fenty Beauty的腮红 这一颗它的色号是Adore 饱和度不是很高 都是那种非常淡淡的 然后很有气质很高 它在脸上的显色度 要比我在手上的试色好很多 刷上它很就是温柔小姐姐本人 胶原的这一个保湿口红 它是心紫和壳分开选的 然后外壳呢我是真的选了好久 因为它真的有非常多很漂亮的外壳 一开始呢我是非常重藏 那个像蛇纹一样的外壳 觉得很成熟优雅高贵 但是看到食物之后呢 我还是看到这一个粉色的外壳 就是挪不动脚了 这个淡粉色的外壳 真的是直激你的少女心 这个我刚拿到首先 是能够闻到一股 有点塑料的味道 就是有点臭臭的 但我觉得它放久了应该就好了 我选的颜色是03号 03号这个颜色非常的微妙 它是那种玫瑰豆沙色 非常适合通勤 就是非常知性 大方得体的感觉 后涂它是比较成熟 欲解范的 质地是滋润 非常好涂云的 Margis的这一支唇膏笔 我在Safari的网上 看它一直是处于断货的状态 但是我昨天去家附近的 那个Safari时期 今天它竟然有货 所以我就把它拿下了 我在手臂上试色 给大家看一下 是哑光丝绒雾面的质地 我真的非常丝滑 然后很好涂抹 它在我嘴上呈现的颜色 我还是很喜欢 奶茶色 加一点点赤桃色的感觉 下一支YSL的黑管唇油407 我一直在Safari里面 给它标了一个爱心 在我的收藏栏里 相比刚刚Nurse的那一支 黄皮要更好价 因为它更显白 颜色更浓一点 这是我更喜欢的那一种 比较水润的质地 YSL的金管唇油 我用过蛮多支的 然后黑管唇油 我感觉比金管的质地有了 进一步的提升 它没有金管那么黏 而且我感觉它比金管沉膜更快 现在沉膜之后 它的掉色情况 基本不是特别掉色 它恰到好处的水光感 我特别喜欢 不会有特别油油腻腻的感觉 依然保持的是这种 非常水润的嘟嘟唇 如果你想要走气质路线 这一支还是蛮值得入手的 YSL的口红 我还买了这一支小金条 上个月我在店里失色的时候 真的被它惊艳到了 它就是那种高贵冷艳的正红色 妈呀 这一支图完我真的嘴角不自觉的上扬 我真的觉得在镜子里看非常明显 就是超级显白 而且整个人的气场 我感觉真的是两米八 在镜头里的试色 它稍微有一些偏差 食物要更偏冷掉一点 它亚光质地要比刚刚DARS的那一支 更舒服 不会那么拔干 正红色的口红 亚光质地的要比那种滋润质地的 更显高级复古 真的太漂亮了 这一支我感觉是到目前为止 我最满意的一支口红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次 我Sephora的所有种草清单啦 希望大家看这一支视频看得开心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的话 欢迎给我点一个赞 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一次视频再见啦 拜拜